我相信岳老师一定知道在昨天 全世界军迷可以说是炸翻了 都在看这个 中国大陆火箭军向太平洋方向 注意哦 太平洋方向发射了这个洲际飞弹 洲际这个飞弹大家知道 它是都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准确落入了预定海域 那它有几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8点44分发射 大陆国防部的官宣是10点03分 就是发射成功 什么叫做发射成功呢 成功就意味着发射了没问题 飞行了没问题 落海很准确没问题 资料测量没问题 定点了然后打捞起来 这一切的都很顺利 叫做发射成功 所以这个过程短短79分钟 从8点44分发射出去 到这个10点03分官宣 中间79分钟 确保一切成功 Send键才敢按出去 新闻才敢按出去 那当然今天这个立将军讲 他说其实这个飞弹什么打到英国就十几分钟 打到哪里就二十几分钟 79分钟 绰绰有余 但也就意味着他的前期作业有多精准 那另外你看为什么是8点44分呢 它有些数字密码 因为1980年5月18号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 这是这个洲际导弹 那当时是向南太平洋的方向发射 起飞地点是大陆的九泉发射中心 当时新闻发布还有点遮遮掩掩的 不敢讲洲际导弹 讲的是什么 远程运载火箭 而且很早就发布 但这次就直接告诉你是导弹 这就是一个大国的自信 不怕你知道 那为什么是8点44分 因为距禁已经44年了 所以是向44年前来致敬 我就先问一下这个院老师 当然这个军事的细节 我们留给张将军 但是你怎么看待 这次大陆在这个节骨眼 这个节骨眼 我们讲一下全世界的 目前的大事 有中东的混乱 有俄乌的乌克兰的残破不堪 有美国大选 所以你怎么看待 挑选在这个节点 一句话 这个洲际飞弹 应该叫做洲际导弹 就是威慑美国的 我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呢 我其实讲的 我今天仔细看了这个消息 有非常多的我们直接可以了解到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44年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1980年到今天44年 之前1979年的1月1号 中美建交 然后建交后的第二年 马上发射洲际飞弹 那个时候 为什么从这个1972年 谈了谈了谈 就是要谈台湾的问题 拖到1970年 这么长的时间 大陆发射这个 这次的情况跟那次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跟你谈的时候 并不代表我是强或是弱 我有这个实力 这个叫从实力的地位上出发 而同时的话 我要讲五个因素 这个不是简单的因素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选在这个时候的发射的话 它当然表面上说明 现在世界局势的确非常危险 但是请不要忘了 中美关系不好 两岸关系不好 世界局势不好 而且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一定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实力的地位出发的话 我讲五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 79分钟内的话 辽宁号老早就在那边了 摆在那边要回收这个里面 各方面的资料情况下 那洲际导弹里面所产的意思 就是说它可以带七八枚核弹以上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威慑美国的意识非常强 而且它的弱点 离夏威夷的话就是南部一点 这是第一次跟44年前不一样 以前都是往内陆上练习 现在的话是朝海上发 等于是涵盖了全地球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请大家不要忘了 中俄之间联合在 库业岛跟北海道之间 有联合舰队的演习 日本的话就是吓得要死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穿了中国海峡 这个商工我们会提到 对 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说这个本身的话 大陆跟俄国的话 就是一批叫出来的话 大陆的话海军里面的实力 都比俄罗斯要强很多 这个大家要了解 这个也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要告诉你说 这个海上的力量的话 你拿什么来跟我谈的问题 然后这个第三点的话 刚好这个澳洲 纽西兰 日本那么船 又要搞着台湾海峡这一套 老早就有消息的话 这次也不讲说 一切在掌握之中 直接就是洲际导弹就发出去了 那这个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讲 为什么就会讲说 这是一个威慑美国的讯息 因为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各国大部分都保持揭末 只有美国跟俄国 然后那个日本还吃味 讲说怎么完全没有通知我 那个林芳在讲说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强解的话 我是觉得说 大陆一定会通知美国跟俄国 因为他们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你们是合理合法拥有核武的 那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非常重要 然后第四点的话 来讲到实力的地位 俄国的这个发射的洲际导弹 叫什么沙马尔罕 沙马尔罕什么的 沙马尔罕 沙马尔罕 失败 失败的话很惨 那美国的义勇兵三号的话 也是洲际导弹 还在韩国人面前丢脸 也失败 就是说请大家要注意 这个事情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 就是火箭军 大陆的技术真的是相较于俄罗斯 美国 我们通常印象当中 这种前沿科技所制造的武器 当然是以美国俄罗斯为主 但是他们都失败的情况下 大陆居然如此这么完美的情况发生 你认为俄罗斯当然很高兴 觉得说也不能说乐观其事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也许 那美国就会感觉到非常可怕 然后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坑声的 我没看到我们在谈 只有我们在谈 这个全世界出一片沉默 还蛮特别的 一片沉默的主要原因 实在是因为突然发觉 原来你有这种 就是七八马赫以上的这个速度 而且他是可以期待核弹头的 是可以美国全聚覆盖的 其实在里面介绍当中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是零核战的 就是零门一脚了 也是一个核威慑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点的话 要打到这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不公布他的批号 到底是东风系列 东风31 41东风5什么 大家都搞不清楚 反正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种 甚至还有人扯到东风51了 我也看到了消息 所以就说明了一点 就是说各国都觉得说 要摸清楚底细 这是野充实力 另外还有一点 我必须要强调台湾的情况 因为大陆本身在展现实力的话 不是只有这种重武器的实力 网路上啊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刚公布 大家都在掉以轻心啊 就在匿名者64的时候啊 大家都掉以轻心啊 大陆什么 那三张照片 我怀疑是看着你的那个摄影机 给你拍的照片 就知道你人在哪里 有的时候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本身来讲 居然出奇的低调 游网军这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的技术就是好到 能够把你这个人 说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在干什么 全部公布 这个里面的话 所以说从我讲的这五点 就是光从这个洲际导弹的发射出来 我觉得大陆在因应这个世界 混乱的局势当中 要展现一下实力 大大到洲际导弹 小小到网路作战 各方面来讲 也要震慑那个在南海 东海 台海 甚至于渤海 北海的这种事情 所以说这一颗导弹 在全世界的评估当中 我们是没有看到 因为你也不能够 因为人家发射了洲际导弹 也不好意思说 那不行 那照样生死 就在你家旁边 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它的战略意义非常强 最主要的是震慑美国 好 我再问一下 当然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 蜡粉可能在军事的细节上 掌握的并不是那么深入 我问一下张将军 因为昨天第一时间在现场 率将军说 从这个态势看起来 他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火箭军 大陆解放军火箭军 在洲际弹道的技术掌握部分 已经完全成熟 那今天丽将军的注解是 他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发展 所以张将军你觉得呢 看到这么多的细节 你给他下个定义 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东风31A7 而且他有政治符号 8点44分 44年没发射了嘛 那这个他有政治符号 而且向东发射 他为什么不向南打到印度洋 你不向南打到印度洋 印度洋都没有什么什么岛国 以前是朝南太平洋 对 因为朝南太平洋 打到索罗门群岛 跟纽西兰的这个东侧 那个地方是也是没有 那是没有岛屿的 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一般来讲是走这一个 因为打人造卫星都要进入地球轨道窗口 都是打这个往索罗门群岛那边打 你看周济导弹 就是它有一定的困难度 俄罗斯刚刚这个失败 不是被美英嘲笑了一顿吗 那美国讲别人 美国自己去年也炸掉一枚 那两个都是武偿国家 武偿的核强国都炸了 那你怎么看待大陆这次的成功 我认为它三个成功 三个成熟 第一个导引段 你要导引啊 你这个导引段的时候 你从这边到达 因为它当初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想肯定呢 因为它把这个要试射的时段 不是时间哦 是时段 它没有告诉你几分几秒了 时段告诉它 然后区域告诉美国 时段告诉美国 区域告诉美国 这个就是你要讲到 这个时候要落点落到地上 你落到其他地方 表示你的导引段是出问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换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